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 拉玛拉尊者的灵性成就为无数的人指引了一条名路 隆格说 拉玛拉尊者的生平与教诲是印度的精华所在 宛如一首千禧战歌传颂世间的救赎人生的解脱 纽约时报 The New York Times 1950年4月16号专闻赞颂拉玛拉尊者 他说 在印度有成千所谓的圣人 宣称悟道 对拉玛拉尊者而言 他从未自诩 却成为最受敬爱的人物 印度瑜伽大师 史文贝·维达 他也说过 印度有一位伟大的圣者 拉玛拉 能够见到他 拜读过他的著作的人 都是有福报的 我们要去评断与观察一位开悟者 是否真正的达到了开悟的状态 是无法透过他说话的内容 毕竟说话往往是被包装与修论过的 但我们却可以透过第三者的角度来观察他 这本书《日楚真我》在印度灵性导师 拉玛拉尊者的教会日志里面 他收录了1945年到1947年信徒 莫达利尔在道场担任口译的时候 所记录拉玛尊者在就天与反客信徒之间的对话 与其见闻 在当时完成记录后 莫达利尔会将记录上乘给尊者 请求尊者给予教导以及指证 这也是这本日志特别的地方 在这本书当中 你可以进一步的认识 这一位连我都不得不向他学习的拉玛拉尊者 对于一名开悟者来说 拉玛拉尊者每天都要应付 来自全世界前来到场 抱持着各式各样问题的人 除了心存怀疑之外 敌对者 有神论者 无神论者 探索奇迹者 寻求神通者 也都有反映当时的氛围 抱持对此举的疑问而来的人 这些人想要知道尊者的政治立场 对于当时英国殖民政府和反对运动者的意见 从事入室活动 是否与灵性道徒上的追求 有所抵触 然而这些问题 早在尊者悟到的时 就已经有答案了 最经典的就是 尊者的母亲 要尊者放弃修行回家的时候 他曾经写下了这句话 来回答他的母亲 照着根据众生过去的行为而宰致其命 无论你多么的努力 注定不会发生的 绝对不会发生 无论你多么的努力阻止 能哪会发生 事情本就如此 因此最佳的因应之道 便是保持静默 在拉玛拉尊者的教会里面 在人世间 无论从事什么活动 都要放弃我的概念 舍弃我该做这个 应该有人要去把这件事情完成 等有个作为者的存在的想法 因为这都是脑意识的作为 使人与真我分离 那么 人应该要消极的活着吗 这也是许多人 在阅读完这本书之后 最大的疑问 在日处真我的书中 南玛拉尊者对反客是这么说的 帮助人的时候 请我不要抱持着 我在帮助比我下等的人 他需要帮助 我在帮助人的位置上 我是上等 他是下等的 这类的想法 而是应该要借着帮助别人 以之作为敬奉神明的媒介 以借着上行 皆是为了真我 而非别人 其实你不是在帮助别人 你是在帮助自己 在这本书当中 其实还记载了 拉玛拉尊者神通力的故事 在一次的开示当中 信徒克里徐纳姆提食指很痛 但在尊者的面前 他安静的坐着 他没有表现出来 突然间 尊者开始揉着自己的食指 很神奇的是 信徒的痛 接着就消失了 在1947年开始 信众就开始担忧 拉玛拉尊者的健康每况愈下 风湿痛蔓延了手腕跟背部 但是尊者不允许自己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待遇 他甚至说 肉身本身就是一种疾病 我们应该探究的是疾病之源 而不是寻求解清其他的疾病 所感染的疾病之症状 因此他会取笑替他取药的人 如果你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 你的心会完全的被拉玛尊者开悟智慧所融化 这本书的翻译 蔡晨星教授曾经说过 此生有缘阅读时书的读者 是累世修来的福报 也希望你在听完这一集节目之后 能够去购买这本书 继续沐浴在拉玛尊者开悟智慧当中 你所收听的节目 是华人网路心灵电台 所播出的语色新养生 在新养生当中呢 语色都会介绍不同的身心灵好书 以及腰房 作者 翻译 或者是编辑 来节目当中 为美味的听众朋友来介绍 书中还没有说完的更多的事情 如果你手边有一些好书 希望语色在节目中来介绍 或者是呢 你自己本身从事出版业的工作 有一些好书 希望语色来做推广 都欢迎跟语色来联络 好的节目 需要美味的听众朋友来支持 好书更需要大家来推广 语色电话是0975256579